眼前的小羊就长这么大 他叫尼日利亚矮山羊 又叫猪如羊 因其矮小的身材和产奶量而闻名 他小的时候能放在你手心 成年之后最大也就五十来斤 矮山羊的性格活泼 蹦蹦跳跳 每天都很忙 长得呆萌又可爱 五十厘米的身材当宠物还不赖 就是这价格有点见外 一只就得一万来块 但在原产地他就是倒菜 他的外表比猫乖 内心比狗皮 小小的身体有颗躁动的心 拥有比二傻子还旺盛的经历 对什么东西都好奇 就是不知道他对孜然过不过敏 所以你如果不嘴馋的话 他能陪你十五年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 英国人将其引入欧美之后 尼日利亚矮山羊 就成了深受人们喜爱的宠物品种 不仅是因为他娇小可爱的身材 更多还是因为他的性格 虽然很皮 但是性格友善 能和各种动物都打成一片 对主人也很依赖 撒娇本事也很强 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而且他们是群居动物 害怕寂寞 你至少得养两只 起码得好几个卧槽 这样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羊肉串子 你爱了吗